我中学毕业到了植物研究所 就让我画植物质的茶图 正是我喜欢干的 我在工作期间 尽管有些寂寞 有些单调 但是我做得住 每一个生命的形态 是不一样的 你要用眼睛去观察 用心灵去感受 每一朵花为什么这样开 它是有道理的 六十年代开始 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默默无闻的 为中国组织画茶图 我们这个画种跟别的画种不同的地方 它出了要呈现植物之美 它的生命之美 还要正确地表达它的形态结构 又要满足我们人的这种审美需求 你要画活什么意思 你得折腾 你得费时间 这样 我也没本事凭空画活 那我就得到植物园去写生 比方说本来黑白人的线条画 三天可以坏走 有六天才能坏走 但是我们领导 支持我们 不吹我们 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 孤独的时候思考问题最清晰 最能理出头戏 你不管干什么 你得喜欢你自己的工作 你得喜欢你自己 你得看得起你自己 你才会去做好它 退休以后 我不敢有一点懈怠 没有停步 马上就画 百花图 百了图 一种一种画 好多想画的还没画够 还想画 我还想画五年 我要身体好 我就会一直坐下去 要是老天说 你画不了了 手也不行了 手也抖了 眼睛也不行了 那就高高续心 拜拜 挺起自然吧 感谢观众